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讲道视频里面有一位牧师 据说好像是挺有名的 那当然我们新主时日比较短 所以都没有听说过这位牧师 这个牧师的名字他叫做刘志雄 对 然后他在一篇讲道里面专门提到了说 现在我们在美国有一些基督徒特别热衷于政治 他的言论让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惊的 对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因为真的是会觉得说 哇 怎么会跟我的认知这么偏差 然后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吗 我想觉得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一段视频 就是我们从他讲到的这个视频里面截取出来的 就是让我们俩看完 都感觉说怎么会是这样的这段视频 看看你看完了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 所以你在美国会看到一些很奇葩的事情 有一些基督徒 热心的基督徒 强烈的反对堕胎 他们说堕胎就是杀死还没有出生的baby 这样做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我们就有权利去杀那些要给人家堕胎的医生 所以我们有权要杀那些要给人家堕胎的医生 这个事情在美国发生不止一次 我看完之后有超多疑问的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堕胎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堕胎不是杀人的话 那堕胎是什么 堕胎如果不是杀死还没有出生的婴儿的话 那堕胎到底是什么东西 以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 各位观众可以在下面回答 就是堕胎是什么 如果不是杀死婴儿的话 那堕胎到底是什么 对那除了他说对于堕胎的这件事情的这个态度 让我感觉到非常惊讶以外 他在后面也说了一个事情 让我也感觉很惊讶 他就说说反堕胎的基督徒 支持杀死堕胎的医生 我觉得这个论调是蛮奇怪的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反堕胎的基督徒 支持生命的基督徒 说要去杀死给人提供堕胎的这种医生 如果说你要是反对这个 那我能明白 因为你不可以以恶报恶 但是目前为止 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论调 支持生命就是支持生命 医生的生命也是生命 我们会去抗议或者是怎样 但是我们不会想说要去杀死他们 就不会想要杀人了 怎么会要杀人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请问哪个基督徒说过要杀死堕胎的医生 这个是大家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认识一个基督徒 是说他要杀死堕胎的医生的话 但是他还支持生命 你可能就要打电话叫这个精神病院的人来把他抓走 因为他蛮危险分子的吧 如果要是一个人他说我要杀死堕胎的医生 对 加州这边还有red flag law 赶快用 我们的确是认为堕胎的医生需要负法律责任 杀人就是犯法 叫说杀人也是犯法 杀了人就是要被法律审判 那么请问这位牧师哪里不同意 如果说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牧师 连女人肚子里的婴儿是不是人都分不清楚的话 请帮他案例的人驳回 请给他这个文凭的这个神学院驳回他的文凭 那这边出现的问题就是 在母亲的肚子里的胎儿到底是不是个人 既然这个人是牧师 我们就用圣经来回应他 在耶利米书一章第五节这里面说到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生命是神创造的 对 而且神对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计划 对 如果我们支持堕胎 就是杀死神对这个人的命定和计划 没错 而且我觉得身为牧师 你至少应该要知道这一点 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去拯救任何人 你更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面 因为说实话 如果要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大家会对于说这个堕胎的概念会比较模糊 尤其是来了美国 可能信主了之后 还是会认为堕胎是女性的权利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大家的那个mindset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在针对这种情况下面 牧师的教导就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 既然你已经选择信主了 你已经来到教堂里面听到了 你就要知道 圣经对这个东西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或许你可以暂时没有办法明白 圣经为什么这样讲 或许你暂时可以不认同我的观点 但是我要告诉你明明白白的 圣经里面对于堕胎这个东西是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牧师也好的一个责任 就是你不能够曲解圣经 对 我们之前也讲过堕胎这个议题 而且我们并不是以一个完全信仰的方式 这个这一期是在讲信仰 因为这个人是牧师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 那你这个牧师会不知道吗 请找出一个经节说 神允许把母亲 把他放在肚子里的这个生命 在母胎之前就以知晓的生命杀死 在哪里可以有这个样的经节 整本圣经里面 最后 有哪个基督徒说要去杀人了 有哪个基督徒说 自己有权利去杀人 因为他是说 很多基督徒 对很热情的基督徒 认为自己就有权利去杀死这些堕胎的医生 请问哪个基督徒说的 对不对 你只要指出来 我们就跟你站在一起 一起反对暴力 一起反对这些无耻的行为 我跟你一样 认为基督徒不应该使用暴力 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我认为没有人应该要使用暴力 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所以请把你那些支持暴力的基督徒 全部指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在做假见证 对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关于堕胎这个议题之外呢 这个牧师还说了 说关于2020大选公不公正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更不要讲上一次的大选 我的天哪 多少的基督徒 百分之两百的认定选举不公平 那既然不公平 用暴力来对付政府所有的法律 就变成了理所当然 根据这位牧师 我个人认为支持堕胎的人 不应该被叫牧师 这个人认为2020的大选公平吗 美国史上第一次全面的使用邮寄选票 计票计了一整个月 宾州在前一个礼拜 在没有通过州议会的情况下 使用行政命令改变选举方式 还包括被拍到 而且有被证实的2000头裸子 那个电影大家都看过 然后亚利桑那州 然后还有内华达州 一整片地 没有房子的地上 有超过50个人居住在那个地方 这些都是证据 但是我们都没有查 乔治亚州寄到一半 然后突然厕所淹水 然后就是什么 结果什么都没有 只把所有的人都清出去 然后其他的人继续算选票 然后在桌子下面 拿出一箱一箱的选票出来算 如果说我们要相信 一个公正的选举的话 那这东西就是应该要被查的 不过这东西 可能这个牧师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天天在做东西 我们会觉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可能他连看都没有看过 他就是觉得选举没有问题 然后听别人说了选举就很好之类的 但是我建议这位牧师 牧师你讲话是有公信力的 你如果不懂的话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像你要去讲道一样 你要知道 你了解了之后你再说 你连所有的证据你也没有看过 你所有的这些议题你也没有看过 然后你就说大选没有舞弊 然后都是这些神经病基督徒 这些右派的基督徒在去搞这些东西 你不能听了别人说 然后你就道听途说 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怎么样 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也有讲过刘晓晴牧师 他说波士顿的市长 吴米很棒 文章在网上大家都可以搜得到 但是吴米 所有极左的政策他全部都支持 而且他支持共产主义 支持提高税 所以说他支持把所有有钱人的这个钱 全部充公 然后分给穷人 这种东西 我相信 如果刘晓晴牧师 要是知道吴米是这样的人的话 他绝对不会说 我支持这个人的想法 或者我支持他当波士顿市长 也不会说这样的人当上了波士顿市长 我们华人的脸上就会感觉到 有面子什么之类的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他就是不知道 他大概只知道这个人是个华人而已 除了这个之外 他就一概都不支持 然后人家报纸来采访他 他就说支持 因为他是华人 所以我们都要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出现在他们收取的信息有问题 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取信息 然后就开始去讲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我们真的都知道 牧者 尤其是有名一点的牧者 是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的 尤其是刚刚信主的基础图 他们就是会去上网去找这些讲道来看 他们就是会把这些牧者觉得说 好棒好棒 他们讲的话就一定都是对的 所以你的这种讲的东西 是会对别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话真的不能随便乱讲 而且这也是要给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建议 就是你自己要去读圣经 你要自己去读圣经 自己了解圣经 然后自己了解圣经的价值观跟道德观 你才不会被流言蜚语骗到 我相信这些牧师不是故意要骗人 他们只是就是听到了之后 然后传述给大家听 只是他们不了解而已 所以说这样东西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防备的 然后唯一防备的方法就是亲自的去读圣经 是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这一点的同时又比较难做到 但是难做到的话 一定要为了自己的永生 为了你在末后的时候能坚持下来 千万不要再继续道听途说这种 一定要自己去看 有分辨的能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回到这个讲道 这个讲道其实非常精彩 我们先看这个影片吧 多少公司里面的基督徒 觉得自己的老板又笨又坏 那有胆量的就跟他正面干 那美胆量的就阳奉阴威 那家里面更不要说咯 我不知道听过多少做妻子的理直气壮的告诉我 我老公就是说 我当然不听他的 理直气壮 她是很信心的 那多少年纪人告诉我 那多少年纪人告诉我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我的父母完全不了解我 我的父母完全不了解我 我才不要听他们的 我完全不想听他们的 那这一段就是比较乱一点 他把人的生活都扯在一起 又讲到公司 又讲到什么夫妻 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总而言之就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不要做才是正确的 忍耐承受放弃 当做没有事情发生 才是圣经要我们做到的 那这边的话我可以来分析一下 就是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 职场跟员工的关系 是纯粹的利益关系 必须要达到双赢 才有可能维持 老板不好 你可以随时离开 没有人逼你 包括所有的这个什么 公司的制度啊 包括保险啊 老板做事模式啊 都是可以讨论的 不能有共识 不能达到双赢的话 老板就可以把员工开除 员工不爽的话就可以离职 人跟人之间 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话 是没有办法压迫的 这个是圣经上面教导的 做功德公价 人跟人之间要公平 不过这都是很主观的 OK 你对这有什么想法 就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没有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谈到 这么深层次的问题 什么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他只说 我觉得老板很笨 我觉得对 我觉得他是很不耐烦 就他觉得这些 跟他吐槽的人很笨 啊 OK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 你知道像天主教吗 他们会有那种 那个主教 对告解嘛 那他呢 其实牧师很多时候 也是承担这种责任 因为你就是要爱弟兄姐妹嘛 那你在教会里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去服侍 这些弟兄姐妹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问题 在生活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会来找你呀 就会问说 哦怎么办 他有的时候是想要你 从这边得到一些安慰 想要你 这边得到一些圣经的教导 等等等等 牧师是要承担这个角色的 但是他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你会明显的看到 他是瞧不起这些人 他瞧不起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你作为员工 你胆敢觉得你的老板笨 你胆敢觉得你的老板蠢 但是说实话 员工觉得老板笨 觉得老板蠢 这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认为作为牧师来讲的话 你尤其是听到这些比较正常的 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你不应该用这种瞧不起的口吻 或者是觉得他做了到底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包括他接下来讲什么夫妻之间的关系 妻子说我老公就错的 每一个家庭都有发生过这种事吧 最主要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个案 然后呢都是需要 每一个吵架 每一个争执 然后每一个看彼此不爽这东西都是个案 你不能就是说 你只要有任何一点点想法就是错的 神是允许我们生气的 我们生完气要回转嘛 就是我们要认罪 我们知道说这种想法不对 但是你老我的东西的确会在里面 对就跟你说一样 要悔改 然后要知道说圣经要我们怎么做 那圣经常常不是说纯粹忍耐 常常是说你要把这东西讲得很清楚 就是你跟弟兄如果说有起冲突的话 你要先直接跟他讲 然后之后如果他还是再继续犯的话 你要带他去给长老讲 然后长老如果说他也不理你的话 你就要把他从你的生命当中移除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做的事情的方式 圣经不是说他如果逼迫我 我就逆来顺受 神要你得自由 然后神要你活得很丰盛 神不要你活着像一个奴隶 不是你的老板的奴隶 不是你老婆的奴隶 也不是你儿女的奴隶 神要你是一个自由的人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不是说什么都忍耐 就没事了 当做没看到就没事了 那个是佛教的想法 他会是说 下辈子再弄就好了 这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这不是基督教的想法 所以在这一个主日讲道里面呢 他主要依据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说的是什么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存在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总要做神的仆人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中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好那这个经文呢 我们读完了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牧师 他这一段对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 弟兄姊妹坦白地说 面对着一些不公平 不公义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的时候你跟我 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你言也没用 你没能力 你搞不定 同意吧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主耶稣受到不公义不公平的对待 他有没有能力 他搞得定搞不定 他又有能力 他又搞得定 然而 他却选择顺服 如果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当然我们就要学会 像耶稣一样去面对许多不合理的要求 顺服 对 我完全同意 我们当基督徒的就是要跟耶稣一样 学会顺服 还有如何面对世上的不公义 还有要跟耶稣一样的顺服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是要顺服谁 还没有讲到重点 这个牧师要我们完全顺服的对象 是政府 OK 政府叫你打疫苗 打那个没有用的疫苗 你就拼命追着打 政府说要杀小孩是你的自由 你就跟着这个自由 政府说你要在工作场合里面完全服从 你就可以在共产主义 乌托邦下面做苦力 做白宫做一辈子 政府说要性教育 洗脑你的五岁小孩 你就要让政府去做 政府洗脑你的小孩之后 还要你帮他变性 因为政府说你这个当父母的 不应该要有权利管你的孩子 政府才是对他们最好的 请问这是耶稣做的吗 请问这是彼得这段经文上面说的重点吗 还是耶稣要我们起来说出事实 为了正义而战 为了真理而战 而不是认为我们说的话没有用 我们做的事没有用 只要顺服就好了 对其实刚才放的这个clip 他一上来说的话 我就并不是很同意 因为他说的就是说 有用吗 都没用啊 那没用我们就不做好了 你知道一个国家 你如果要是真的想把美国快点变成共产主义美国 那你就照他说的去做 我们真的就什么都不要做 我们只要在这等着就好了 因为我们做的不是没用吗 那其中选举放弃吧 什么那个大选不要再追究了 所有事情要变性就变性吧 反正我们家的孩子不变性啊 对吧 什么也不要做 你只要享受神丰盛的爱 每吃一顿饭烧点红烧肉 感谢赞美主 我吃上红烧肉了 对吧 这一段是按照他的理解 他的解释来讲的话 那他基本上是用这一整段 废除了整本圣经 是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跟神的逻辑合理吗 跟神的逻辑完全不合理 如果你读到有些圣经 有一些东西是因为翻译的关系 或者是等等的关系 你可能读起来稍微有点compute 就说什么意思 但如果这个东西 它跟圣经的真理是不符合的 甚至是背离的 那这个解释的方法一定就是错的 没错 你根本就不用怀疑 你不用做 干嘛传福音 全部都顺服就好了 对不对 反正现在政府也说 他把基督徒全部都当成是 domestic terrorist 对不对 国内恐怖分子 你就顺服嘛 你放弃你的牧师执照去顺服就好了 像什么政府让你教会关门 你就赶快关门吧 你只要顺服就好了 我们之前有一次我有听到一个牧师祷告 他就说 说这个祷告我们要一起求神 说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教会 收的奉献都不够了 因为疫情期间的流失太多人了 我们收奉献不够了 求神敞开天上的窗户 供应给我们 我当时听完了之后我就想说 其实这个事情神的供应从来都没有不够 像我们这个摇摇摆摆的小事工 神一直都供应我们 神不会不供应我们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你如果选择听从政府的 神告诉你说不可停止聚会 但是你把门给关了 人不来了 你这事你要赖谁呢 你赖神 你说神没有供应你 你还是赖自己说 我怎么听了政府的没听神的呢 就这个事你到底怪谁 他怪那个会众 说你怎么不来了 你怎么这个样子 你就是不顺服 你之前不顺服政府 你现在要顺服我 我很确定就是 最大的不同就是 耶稣顺服的是神 是天父耶稣也叫我们顺服神 也叫我们顺服天父 不是顺服这位牧师的偶像 他的偶像就是政府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 然后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 避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行为 不是说我们不要理政府或是怎样 但是当政府是符合圣经的时候 我们是要尊重 而且爱戴这个政府 我们是要帮助这个政府维持秩序 但是如果说这个政府是偏离的时候 我们是有义务要指责我们的掌权者 然后把他的恶行说出来 就像拿单跟大卫 那时候大卫搞了别事吧 然后杀了人那个时候 拿单是说你要悔改 指责他的掌权者 他没有顺服 他没有就说他就是王 他想要搞谁就搞谁 圣经上也说 王会夺取人家妻妾 就夺取妻妾了 不然是怎样 没有这个样子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义务 要去喝止不正义的事情 都要有义务来服从圣经 有义务要服从神 而不是服从政府 所以绝对不是跟这个 人讲的一样 他既然是用这样一个经文 他在这里说 你们为了主的缘故 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美国的制度 宪法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些在上掌权者 他们自己在违反宪法 我们是要回到宪法 我们不是要违反宪法 我们顺服宪法 我们是在说 他们不可以超越宪法赋予的权利 我们从来没有against政府 如果你政府要是合乎宪法 合乎圣经的话 我们当然不against你 因为如果你要是那样的话 那你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你们是为了我们好的 你们可以保护我们的社区安全 你们可以把我们收上去的税金 合理的使用 然后来建造这个社区 让我们过得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他们这些当选者 他们自己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一味的顺服吗 这位牧师做了一个假教师的行为 那既然他的经节是从彼得书来的 彼得前书来的 那在彼得后书里面 也写了非常多关于假教师 教你要就是顺从政府 服从大淫妇 到时候政府要把你就是666 印上你的头上 或者是你的手上的时候 你也照上顺服的教导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 彼得后书二章 在人民中曾有假先知出来 照样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教师出现 他们偷偷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 甚至否认那曾经买赎他们的主 迅速的自取灭亡 许多人会随从他们的隐形 因此真理的道 就因他们的缘故被人毁谤 他们因为有贪心 就用捏造的话 想在你们身上涂力 惩罚他们的 自古以来就没有松懈 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盹 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因为他们说虚妄夸大的话 用肉体的私欲和邪当的事 引诱那些刚刚逃脱了错谬生活的人 他们应许给人自由 自己却做了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给谁制服了 就做谁的奴仆 彼得后书二章十节 尤其是那些随从肉体 生活在污秽的私欲中 和轻蔑当权的 更是这样 他们胆大任性 毫无畏惧地毁谤再尊位的 这些其实是很重要 唯一一个神不会原谅的罪 就是滥用他的名 这是十节里面唯一一个神 清楚地说他不会原谅的罪 你再以一个牧师的名义 然后去带领这些教友 一起来顺从不公义的政府 然后甚至要杀婴儿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罪 所以说你这个牧师 你真的要好好考虑 你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你想要带领这些人 到底是要带领去哪里 你想要这些人 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生命 是想要被政府奴役的生命 还是被你奴役的生命 这东西是要你非常 想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因为人都想要利用人 大家要知道这一点 人都想要奴役其他人 只有知道圣经 只有圣经还有神给你自由的时候 你才可以真正得到自由 你才可以从这个样子的人 彼此压迫彼此打压的情况下 逃脱出来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么这位牧师就是在叫你 叫我们的左派所有基督徒 继续地当政府的奴隶 继续地当他们的奴隶 只要顺服就好 然后这个是耶稣要的 所以这个说法还有这个做法 是完全错误 而且扭曲圣经的 大家千万要小心 这个样子的假教师 对 而且为什么我们说 今天专门做一集这个节目来讲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是牧师 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人说 他是很有名的牧师 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的确是以前不知道这个人 我也没听过他 是因为有这样的牧师 一个一个的出现 而且尤其是在讲中文的圈子里面 然后你还生活在美国 如果你真的要说完全顺服政府 如果你很享受美国给你带来的自由 那你就要好好地琢磨 这个自由是哪里来的 如果你要是真的很享受政府专制的制度 那请你移民去中国大陆 很难 但是试一试 台湾同胞的话 放心你跟谷爱玲一样 你只要愿意说你是美国 你放弃美国籍 你去那个地方 每个习近平还跟你见面 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两个 有稍微读过一点圣经 然后我们有在做新闻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 他讲的东西是万万不可取的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 比如说他是周日学校团 或者是刚刚信主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他看这个东西 他真的没有办法分辨的 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候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避免的 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 麦子跟麦子就是要分开来 但是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麦子 我也不想要认为任何人是麦子 我希望每个人都是麦子 对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说如果你自己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你就自己去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放上来网路 你不要当牧师啊 对 你不要去以神的名义去讲这些东西 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呢 基本上你是你自己的思想造成的吧 这个就是会影响到更多人的想法 然后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做这些节目 让大家说 如果他要是继续讲这样的东西的话 就不要再看了 如果他要是回转 好好的讲圣经 哪怕你不要触碰政治方面的东西 你就好好去解经 好好按照神的道理去讲经 那你就去讲你的 但是如果你触碰这些东西 那大家就不要再看了 实在是浪费时间没有益处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有必要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看看幕后的时候真的近了 的确是有人奉着神的名去讲这些话 那这个让我想到上一次 我们做那个 什么酷儿 耶稣的酷儿那个东西 神的酷儿 那个是在芝加哥的一些牧师 如果大家就是没有看过那一集 强烈建议你去看一看 他们把神的道理去成什么样子 非常非常的恐怖 对 我这一次 我会比较难过 因为他是一个年纪算大的牧师 就是比较有资历吧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他应该研究圣经 真的研究了一辈子 就是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东西上面 对 他那个神的酷儿的话 可能年纪比我还小的牧师 我就觉得说 他可能就是一群 不知道在干什么的LGBTQ的 人在那边乱搞 或者是你如果要是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一看他们在搞那个东西 大家基本上也不会去理他们了 我觉得他是用一个假的方式去 描述整个圣经的内容 左派最会做的事情 就是重新定义字的定义 他说女人是什么 不知道 孩子是什么 胎儿是什么 不知道 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类似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 就是跟他说的不一样 我们说出来的话是有能力 是有权柄的 我们说出来 我们做出来的事情 是有能力 有权柄 而且有意义的 所以说这样子的牧师 千万不要再继续跟随他 然后一定要自己读圣经 你才可以分得出来说 这个牧师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他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听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真的希望每个人 大家都可以走到教会里面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这不是一个强烈建议 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找好教会 你如果要是在台湾呢 或者是你如果要是在美国呢 尤其是在加州这块 你可以跟我们联络 看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推荐的教会 如果你要是想要信主的话 想要去教会的话 尤其是洛杉矶这边 那我们知道的教会会更加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要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感谢主 继续加油 继续在真道上面建造 每一天增加更多的 读经的祷告的敬拜的灵修的时间 这样的话 让我们能够在幕后的时候脚跟站稳 不会偏离神的真道 好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s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